自2022年,美国加快NJD战机的研发后,作为配套项目的下一代空空导弹项目也有了新进展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首次公布了下代空空导弹关键技术MUTANT 这将让下一代空空导弹出现史无前例的变形,从而能够更有效的攻击目标 一般的空空导弹大家都见过 不管什么射程,什么制导方式,什么样的气动布局,其中有三个关键性能 分别是射程,速度和机动性能 速度可以让空空导弹迅速攻击目标,机动性能能让目标难以摆脱攻击 但是这三个性能之间是有矛盾之处的 如果想要提高导弹速度,那肯定要减少阻力 而取消弹翼就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很小的弹垛形成光感弹体,才能减少空气阻力增加射程 现在远程导弹基本都是这样的设计 通过降低阻力来提升速度 但是光感弹体如果没有弹翼 在低速的情况下就会很难产生较大升力 从而导致导弹的机动性能变得非常差 而采用了弹翼,固然可以提高导弹的升力增加射程 但同样增加的还有阻力,从而限制了导弹的速度 而这种矛盾在战斗机进入第六代后变得愈发严重了 第六代战斗机飞行速度有可能增加到3马赫以上 而战斗机速度越快,对导弹速度要求就越高 同时第六代战斗机应该还是一架高机动战斗机 所以适配的导弹肯定要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 因此第六代战斗机的导弹要有创新性设计 才能破解这个难题 而美空军变形体空空导弹的出现 他们提出的可变弯度柔性弹体全新概念 或许将成为空空导弹突破困局的关键 从整个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角度来看 空空导弹的进步对各国空军实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且先进的空空导弹 那这个国家空军的空战实力将大大折扣 比如在冷战时期 苏联与美国一直进行的先进战斗机竞赛 在这段时间中 苏-27和米格-29的出现 让苏联取得了一定的技术优势 之后苏联解体就变成了俄空天军与美空军之间 进行战斗机模拟空战 成了苏-27与F-15之间的对决 最终连美国飞行员都承认 苏-27战斗机机动性能的优秀 但是苏联在空空导弹的发展 却一直落后于美国 无论是近距的R-73 还是中远距的R-77 其综合性能都比不上持续改进的 ARM-9和ARM-120系列 所以在经历了2019年空战惨败的经历后 印度无论如何 也要为几方战机换装以色列生产的 德比伊尔和国产阿斯特拉中距空空导弹 来代替俄制R-77 甚至不惜重金从MBDA公司采购 大批流星中远距空空导弹 近些年来 我们已经很少能收到 关于空空导弹有突破性研究的消息了 毫无疑问 各国在这方面的发展 已经到达了平静期 触碰到了天花板 再经历了从常规固体火箭发动机 到冲压发动机 再到双脉冲发动机 从压式布局到正常式布局 旋转弹翼布局 再到无尾式 无翼式布局等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迭代后 空空导弹似乎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而当前空空导弹的主要发展趋势 无非就两种 一是在保持现有射程的前提下 大幅缩小导弹的体积尺寸和重量 另一个是在保持现有导弹体积尺寸和重量的前提下 大幅提升射程 前者 美国的雷神和洛马公司 成绩十分突出 都在研发新一代小型中远距的空空导弹 如油损 缩鱼 这两型正在研发中的空空导弹 在外形尺寸上仅为AM120的一半 这就意味着 F22战斗机在机服弹舱内 如果全部装备这种小型中远距空空导弹 数量将从AM120的6枚翻倍到12枚 事实上 隐身战机弹舱载弹量较少 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难题 如开世界隐身战斗机先河的F22猛亲战机 只能携带两枚响尾蛇和六枚AM120导弹 F35的载弹量更少 只有两枚响尾蛇和四枚AM120导弹 而非隐身的F15通常可以挂载四枚香尾蛇和四枚AM120导弹 最新研发的F15EX战斗机 它极限的载弹量可达到惊人的22枚AM120中远距空空导弹 所以美国如果将有损和缩于这类小型中远距空空导弹研发成功 那对于隐身战斗机的战斗力提升将是质的飞跃 至于后者提升导弹射程 雷神的LREW 洛马的JTM 以及波音的LRAAM 基本都是这一思路 它们的外形尺寸重量都与AM120大致相当 但在射程上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一般都能达到200公里甚至400公里 所以F22和F35等隐身战机 若是今后选择挂在这类大型超远距空空导弹 同样可以获得打击对方空中预警机 加油机等重要特种飞机的能力 而现在美空军MUTANT的出现 如果能够获得成功 那它将成为空空导弹今后第三个主要发展方向 不亚于一场颠覆式的革命 按照AFRL的说法 脚接控制系统是MUTANT技术的核心 是变形体空空导弹的关键 就好比采用常规设计布局的空空导弹是鱼类 在水中需要利用尾骑背骑以及负骑等各种骑 再加上身体的高速摆动来实现前进以及控制方向 那么变形体空空导弹就好比是蛇类 虽然没有各种骑 但是在水面以及水中游动时的速度和灵活性 其实并不属于鱼类 甚至更好 而蛇在游动时除了利用身体摆动 行进方向则主要依靠舌头来控制 从仿生学的角度看 变形体空空导弹可以大幅摆动的弹头就相当于舌头 其灵活性要远大于常规空空导弹 不需要再配备各种舵面和控制用的舵机 如利用发动机尾流实现控制的燃气舵 这样也就不再需要依靠折流板来实现方向控制和矢量推力系统 从而让变形体空空导弹的外星尺寸和体积大幅减少 这样就能实现隐身战机更多的载弹量 当然也可以选择保持原有弹体尺寸不变 将预留下来的空间用来装载更多的燃料或其他设备 同样可以变相提升射程 而且以前的空对空导弹只能靠引导头 在弹头里面运动偏转跟踪目标 就好像是一个人眼睛可以转动头不能动 而变形体导弹除了要求眼睛能动 还要安装一个能转动的脖子 这样眼睛看到的范围就更广 就能更好的搜集信息确认目标 如通过弹头的大幅摆动 可以更好的锁定跟踪高机动目标 美空军说这是未来针对高机动 大过载无人战机的有效手段 这是因为目前各国研发装备的空空导弹 都是以有人驾驶战斗机来进行设计的 而我们知道按照现有的航空技术水平 飞行员能够承受的顺时最大过载有9G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那种能够突破人体过载极限的 高机动大过载无人战斗机 已经开始出现 尤其是采用了飞翼布局的无人战斗机 其在结构强度上更有优势 理论上 其最大过载都能超过10G乃至12G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现有机动性最强 顺时最大机动过载超过60G的空空导弹 也未必能够对付这种极其灵活的 且目标特征较小的无人机 所以 变形体空空导弹通过弹头的摆动 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快的方向控制响应速度 相对弯曲的弹体 也可以承受更大的机动过载 而以往常规空空导弹采用的 刚性固定式筒形结构 在超大过载情况下 很容易受力折断 另一方面 变形体空空导弹的导引头 在弹头摆动的情况下 还能够大幅拓展跟踪锁定视野 避免因为无人机顺势大机动脱离而丢失目标 而这也是火力军 为什么将其比较为蛇的原因 因为蛇在高速追击目标时 蛇头始终都会跟着目标的移动而摆动 不过变形体空空导弹的MUTNT技术 说起来容易 但实现起来相当困难 比如说这个脖子转动速度够不够快 如果不够快 不能让眼睛跟上目标 那就没有足够意义了 为此 AF-2L还特意开发了一种 有紧凑型电磁电机 轴承齿轮和结构组成的电控驱动系统 在保证灵活的同时 有精心设计导弹内部结构 使设备既能安装到导弹里面 又能保持弹体表面的光滑 又或者如刚才提到的 导弹在高速运动状态之下的变形 载荷问题 不能在高速飞行的时候 一拧头 导弹头骨折了可不行 美空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使用了均质复合材料 还特地搞了一个填充弹性体的金属内骨架 通过使用这些材料与设计的组合 从而让导弹的弹体再受巨大的载荷 目前AF-2L已经完成MUTANT技术的 前期理论研究部件试制 系统实验室模拟实验 即将进入工程应用阶段 美研究员们制造出来的原型样机 已经安装在地域火导弹上 进行了地面模拟飞行测试 预计将在2023到2024彩年进行三次试验 来为下一步型号研制做好准备 而且AF-2L已经宣称 MUTANT的前期试验数据表明 这项技术确实能提高导弹的性能 为未来导弹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所以外界有学者推测 美国下一代空空导弹 可能会成为第一枚采用MUTANT技术的导弹 当然火力军也不是没有在意一些唱反调的言论 认为美空军搞出来的MUTANT技术是新一轮的战略误导 毕竟美国曾经也经常拿出一些设计来误导竞争对手 能不能把这个PPT变成实际产品 那就看各国本事了 但不可否认 无论这项技术是不是战略误导 美空军从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 即便美空军现在说这项技术是假的 难道其他国家就不研究了吗 而且火力军觉得 美军既然已经完成 以地狱火导弹弹体为基础进行的MUTANT技术验证测试 就说明这项技术99%就是真的 将成为美六代机强有力的武器 它的出现确确实实为我们展示了 空空导弹在设计上的新方向 甚至在未来 这样技术还有可能会应用到 其他高机动大过载的各型导弹上 比如地空导弹 反舰导弹 甚至有可能将其应用在微型鱼类上 从而开启变形武器的新时代 好了 关于美空军的变形体空空导弹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